特别让人愤怒 来吧 你想听听子女们是怎么说的 好吧 先听她们怎么说 你再决定到底是否同意 好歹今天也来了这儿 而且是女要求来的 不是别人要求来的 好吧 来 你站在这儿 你们俩站在这儿 阿姨站在 接下来是小敏和万灵的告白时间 妈 对不起 我跟万灵隐瞒了你那么久 我知道你辛苦地把我养大 很不容易 我也不应该这样子气你 隐瞒你 不听你的话 但是我跟万灵是真心相爱的 我希望你能够成熟我们 她会对我很好的 你放心吧 而且我已经长大了 我自己有我自己的判断能力 我希望你能够成熟我们俩 我知道阿姨 一直对我的看法都不好 觉得我这个人不成熟 事业不稳定 家世背景又不好 和你心目中完美的女婿 相差得太远 但是阿姨 我可以努力 我可以为了小敏努力 阿姨 这个是我 毕业以后一年 努力挣的钱 这张卡的密码 也是明明的生日 虽然不多 但是 如果阿姨同意我们的话 我可以和明明去买一套房子 先付了首付 如果阿姨觉得我这样还不够真心的话 我可以对着主持人 对着台下的观众 再给您写一份保证书 我保证 一辈子对明明好 给明明一个幸福 安稳的家 求求你阿姨 妈 观点对我真的很好 你放心吧 你现在看它 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 她以前的确是很爱玩 但是她为了我改变了很多 现在每天都起早太黑的去工作 她对我真的很好 我在学校每次生病 她都立刻请假来看我 陪我去看医生 我在家里跟你吵架 跟你闹情绪发脾气 我就把气杀在她身上 她从来都没有说我半句 每次我说什么 她都说是我的错 让我去跟你道歉 你之前 心脏不好 你那些救星丸也是她托朋友去买的 我知道你一个人不容易 你只为了我的幸福 牺牲自己的幸福 你自己都没有找另一半 每年就想着我的事情 我也是想要找一个疼我的人 然后跟你一起 能够幸福地生活 能够好好地照顾你 我能跟她一起这么多年 就是因为她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 妈 你就诚诚我们吧 妈 我还没答应呢 你们现在都这样子了 我还能说什么 你有后悔了 你就别回来找妈 我告诉你 妈 我不会后悔了 对不起 你不要生气了 你要怎么样怎么样 妈不管你了 妈不管你了 谢谢爱你 来来来来 你这是同意了是吧 我不同意 还不同意 我要好好看他们的表现 我不同意 你怎么就觉得 你女儿跟小赵在一起 就一定会幸福呢 凭我的眼光 来